《佛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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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际上刚才我们聊到这样的一个本来面目 那佛性 就是本来面目是佛性吗 就像之前有人问 佛未出家之前 他有这样的一个本来面目吗 我们从一句话当中可以了解到 因为佛陀在成道之后说过 其在其在大地众生结局如来之会得相 但因妄想执着不能证得 可以说 从这句话当中可以了解 大地众生结局如来之会得相 等于说 大地众生 我们凡夫都是有这样的一个佛性的 只是说我们在未成佛之前 没有去显现出来 等于当我们去成佛的时候 这个佛性才是显现 但是我们没有成佛之前 这个佛性难道就没有了吗 它还是有的 它是根深于我们的众生的 潜藏于我们内心 潜藏于我们凡夫当中的 心中没有去显现 等我们去显现的时候 这个本来面目就已经去出现了 但是呢 这些呢是需要我们一步步的去修的 通过修行呢 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清净 无人的这样的一个佛性种子 谢谢大家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然后我们下期再见 谢谢观看